大家好,我是小熊都了,试换个为什么,开始了! 为什么豆类食物有益于健康? 小朋友现在来说说看,你有没有喜欢吃的豆类食物啊?豆干,豆浆,豆皮? 那如果不喜欢吃豆类食物的小朋友要注意了,豆类食物呢,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。 原因是什么呢?大豆它是我国的传统食物,大豆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,占到40.4%,而且它所含人体必须氨基酸非常丰富,生物价值呢也很高,接近于牛肉的价值。 大豆中脂肪含量也比较高,占18%,其中80%以上为不饱和脂肪酸。 它还含有维持身体健康必不可少的亚油酸和延缓肌体衰老的维生素1,以及预防动脉硬化的卵磷脂等等。 大豆蛋白与动物蛋白不一样,它不含胆固醇,它有豆固醇。 它可以降低血清胆固醇,有防止脑溢血和动物硬化的作用。 因此啊,豆类食物深受人们的青睐。 另外呢,还有别有风味的豆腐、豆腐肝、腐竹等等,被人们称为植物肉。 特别要说的是豆浆,因为豆浆啊,它是预防成人肥胖的饮料。 豆浆与牛奶相比,它除了含有牛奶的全部成分之外,还有不饱和脂肪酸、钾、维生素A、维生素B族、烟酸的含量也都高于牛奶。 所以不喜欢吃豆类食物的小朋友,从今天起要爱上豆类食物,好不好啊。